好这真的是佛心来着 在高雄有一个老板 蛋包饭只卖30元 另外呢还有个老板是八个福州包 只卖20块钱 金黄色的蛋汁被煎成蛋皮 在包上炒饭 最后再淋上热腾腾的黑胡椒酱 评价美食蛋包饭就完成了 看人都要让人流口水 所以的蛋包饭便宜又好吃 然后很符合学生的需求 然后酱料也很好吃 这间蛋包饭算是很便宜的 大雷才50块而已 小的话就30块就有了 饱满的蛋包饭视觉诱人 吃起来更是可口 而且还可以换上海苔 卤味和咖喱酱等七种口味 但这样的蛋包饭竟然只卖30元 因为体系不好啊 而且就是学生多啊 学生族群啊 我们觉得以学生为主啊 就活力多消嘛 如果这样够的话OK啊 吃完撒扎扣的蛋包饭 接着来吃吃20块的福州包吧 来看看这一颗超大的福州包 不但皮包馅料还多到快要满出来 而8颗20块的福州包 换算下来一颗只要2.5块 真的是超便宜 那么如果早餐吃20元的福州包 午餐吃30元的蛋包饭 这样两餐加起来也只不过需要一枚50元铜板 便宜很便宜 味道怎样 不错要多 而且他们搭配的这种 有论口味道的酱子 还蛮好吃的 同班美食当道 尽管有点双掌 业者逆向操作 评价美食坚持不涨价 果然在这个全民抗涨的时代 成功吸引顾客上门 追求人家黄博城高雄报道